Hello 朋友们 来日本的第三天 我们从大阪来到了另外一个古城 叫做京都 我妈妈 京都的第一站 叫做福建道河大社 传说中的日本的洗手间很人性化 体验一把 我们这酒店的就是大堂的卫生间真的好高级 就是我们那边不是铺那个纸吗 它是直接让你用纸 它有一个每个卫生间里面都有一个 就clean cleaner 就你自己会擦 我觉得那个比铺纸要更好 因为铺纸的话 有时候小孩一坐那个纸就跑了 还是不干净 然后他还进去之后 他就会有那个水声哗哗哗哗哗哗哗 那样一直流 就是让你有那种想要许许的意识 no 这个水声其实不是让你想要许许的 你本身去洗手间肯定是想要上厕所 这个水声是用来掩盖你上厕所的声音的 明白吗 但是你为什么我会这样想 因为我以前生孩子的时候 就是不是用那个尿袋吗 然后你把尿袋取下来之后你是尿不出来 就那个护士就给我放那个水给我听 它是掩盖声音的 好高级 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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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听我们导游大哥说 他们家孩子日本上学嘛 学校不允许你接送 所以孩子要自己去上学 要么走路 要么可以骑车是吗 不可以的 小学生不可以骑车的 就要走过去 他孩子每一天走一个多小时走到学校 哇 Lukas 咱们以后要不要试试这个吧 咱们一周三个小时都走不到 天哪 边洗说边说 洗掉我一天的晦气 洗洗我到五脏六佛 导游大鹏在教我们在他们的静身的地方 我们今天是来像中国的佛教一样 来怎么说 给自己洗澡一下 洗洗我的五脏六佛 洗掉 刚刚我们的导游大朋友帮介绍了 日本穿和服的一些礼仪 跟夏威夷头上戴花有点像 女生的和服后面如果是个蝴蝶结的话 说明她是单身 还没有对象耳 如果是一个枕头上面戴一个蝴蝶结的话 那她就说明已经订婚了或者是有男朋友了 如果是一个枕头的话说明已经结过婚了 什么样胜利在祈福 我们待会也会去用自己的天壁祈福 日本的寺庙和很多大宅子 比如说什么将军府 天王住的地方里面有很多石头铺的路面 是因为他们历史上这个东西是用来防刺客的 因为如果是这种石板路的话 走的是没声音的嘛 但石子路走的就会有声音 那守卫的人就听到有人走过来了 所以忍者要走的特别安静 叫Ninjaboo 寺庙进门的地方以及我们面前这个长长的走廊 这种开字型的建筑叫做鸟居 每一个都是别人捐赠的 捐赠就是一种祈福嘛 然后你要花很多钱才能够允许你来捐赠 这有几千个鸟居 有中国的大的企业 日本的大的企业 很有意思 什么时候我们菲利Astate 可以在这里捐赠一个 不知道是这个寺庙还是整个日本啊 垃圾桶很少 所以你要随身keep你的垃圾 当然日本人确实速度很高 确实 我们这两天感受到到处都很干净 然后很礼貌 很谦卑的感觉 这两个美国长大小孩就完全体会不到什么是谦卑 好操操 我很烦的 我们下飞机的时候看见那个乘务员跟别人说话都这样 然后我说菲利Astate你看别人都这样说话 你说话你就说 然后孩子就说他们在干嘛 为什么这样 菲利Astate都是霉悲色舞的那种 菲利Astate 你以后也这样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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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可以拍个视频 爸 刚才我进去洗手间的时候 我看到了座椅就是一个在地上的 但是有一个洞 然后你就蹲在那里去 比较他第一次见识的那种蹲坑式的厕所 在寺庙的洗手间里面 我日本好多这种改装的 底盘好低的这种面包车 这是我爸爸吗 加个小便便 跳了这多少年 六百年 今天中午吃饭的这个面店就厉害了 已经开了六百年了 这整个楼感觉也是好多年的楼 传统的小日本屋 这个也是 Chopstick做的 我后面的这个日本本地女生还在用折叠屏的手机 好像是日本的很传统的那种下谱还是什么东西 那有意思的 我这一份套餐甚至还专门配备了一张纸条 教你怎么吃这个东西 要先把这些配菜 加到凉面的盒子里 然后把它这个料酒吧 倒进去 然后每一层凉面你可以加不同的配菜进去 调成不同的味道 这是他们做这家面店的第十四任 大概是家庭 这是一个家族的面店 这是一个家族的面店 第十四任的头 10th generation head of our family 所以created this dish 这家面的精华其实是在这里 浇在面上面的那个汁或者是料酒 这才是他们的精华 如果配这个东西的话 什么面吃起来就那样 然后这些配菜也真的很好 对 还有就是吃法 以及人家的历史 吃法就是历史 吃完饭走出来看了一下才发现 人家这个建筑本身真的就 应该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里面空间很小 然后所有人都切切私语 所以我的vlogger也不好意思去 很高调的去拍摄后干嘛的 但是能够感觉得到 这种历史的沉淀 哇六百年 六百年 我们还在什么 清朝吗 美国还没有呢 大朋友帮我补充了一下 人家是十八代家族做面 五百五十八年的历史 哼 天呐 太可怕了 刚才我吃的那份是他们第十四代传人 发明了一种吃面的方法 对 外国酒店 下一站来参观日本天皇的旧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南加州过惯了好天气的人 受不了这么酷热的天气 还这么就逛完那天就不想往里逛了 对 算是打个卡到此一游 也来过了 就回去了 哇 真的好热 这种湿热的天气很难受 身上好久没有出过汗了 然后给你的什么防彩窗混在一起 哇 粘球状的 皇宫旁边的一块地围起来了 上面写的日语 几乎就是汉字 叫埋藏文化财产绝 调查中 这个很明显就是 底下可能有跟皇宫相关联的东西 是历史文物古迹 在挖掘 在调查 在日本你可能 看字的话你比较能够理解意思 那你讲的话完全声音都不一样的 别人讲话你听不懂 日本大陆上跑的这种 看起来很少的面包车特别多 几乎百分之七八十全是这样的 但据大朋友说这里边的空间 比一般的轿车还要宽宇 大不然很多的 比普利斯还要好 要好很多的 那很奇怪 这个在美国看起来就像是 玩具车或者是mini的一种车型 因为我们家就有小车 然后开完之后了 我就看Purus 因为Purus特别省油 不能买 太小了 我们美国全是开大SUV开皮卡 对 越来越好 全尺寸 三排座后面还有空间放行李 小红酥网红的抹茶冰淇淋来打卡一下 这两天真的变成吃播了 这两天真的变成吃播了 这个东西大家看起来像面条一样 它其实是由栗子压出来的面 所以很特别 然后里边是一种 其实也不是冰淇淋 我刚刚说是冰淇淋 其实不是的 里面是有点像微化饼干一样的松饼 也是口感非常独特的入口即化的 我是很喜欢吃栗子的 各种栗子 但是从来没想过栗子可以做成面条来吃 来了三天了 在路上看到这么多车 第一次看到我们家开的那款奔驰CLS 很少德系车 全日本车 你试试能不能背出来 长头明月光 一世 一世地上霜 只头望明月 低头是故乡